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 元神成就全收集 1.0到4.4共1185个 已完结 包含天地问向隐藏成就 没日任务 世界boss及其他成就数37到41 最继成就我们需要一个中剑角色 一个兵器角色 一个当手剑角色 一个大剑角色 大剑角色建议堆电精通 最好带重云 我们打开地处 来到蜂蜢废师这个tp点 到tp点以后呢 我们把镜头朝北方向转 望出中剑角色 Wake A上的 朝前面走 去找那个乙记小宝 然后用中剑角色 打破它的核心 要它瘫痪 就是那个量的那一点 一前一后有两个 哪里的都行 烫晃它之后换获得一层就与巨下 好 拿到提成就后 我们过河 朝着悬崖 然后朝前面飞 过河之后好西方向转 我们来找这一辆的秋秋人 放出当手令角色 然后等它挖那个活斯莱姆 亮起来之后把它打掉 可以获得一个成功叫床球 之后把它打进水里 注意位置别把它淹死了 打进去之后让它再次挖球 就会获得一个成就罚球 有些地方是挖不出史莱姆的 让在陆地上它才能挖出活史莱姆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赛西列亚苗圃 借个武器副本 下来的成就 需要我们的大剑结色 蹲一点惊痛 我们选择最低难度 进行当眼挑战 要用碎冰伤害我们的第一次成就 去杀死了怪物 就是最后一下碎冰伤害 可以把怪物动起来 然后用大剑角色把它打破 可以获得我们的下一次成就 但是我适合快三个小时吧 借着成就就很难获得 感觉好像成了重云的装索成就一样 要不就是重云的那个冰附魔 要不就是 风源万叶的风扩上加下落东西 我去了 别的葬石我还不知道正好的棒 我也欢迎小伙伴们头找 造索就怎么做到的 那 日冰法的杀死之后也没给我成就 所以 拜 那 获得那些成就只让我们退出福本 再进一次 这次我们需要换一下队友 把它全部换成同一属性 就比如四的火 四的雷 你的命运之类的 已成为我掌 有什么用什么 要出门了吗 走吧 走吧 赞比大 然后依旧选择最低的暖度 然后开始挑战 用四个一样元素的角色通过一个福本 我们就能获得这一成就 向前走 然后拆起挑战 充装福本后 我们就能获得 神级4 好 最后退出福本 好的 新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一一热成就需要你的小伙伴来帮你 我们在队伍里面准备一热跑得快的角色 如果体力少的话还要再准备一只安博 然后准备一热风元素角色 之后我们打开地主 来到孤云阁上方借助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以后呢 我们静止朝东方向走 如果宝箱已经拿了的小伙伴 就可以跳到后面 去看后面的成就收集 来到这之后 我们把镜头转到北方向 这是无象之言的副本 我们要去北边 它最突出来的那些地方 有一个四叶草 我们要做风场飞过去 放出风元素角色 来把它激活一下 就是坎压 前面的这只小岛 我们朝着西北方向 比之飞就行了 到了小岛以后 就在我们面前 最有一点爱心 需要你的小伙伴来帮你一下 晃出的女性角色 来站在对面 如果没有小伙伴的话 可以点击多元游戏 取别人的世界 然后让他过来帮你 好的 之后我们再打开基础 我们要来到命连林 上方这一座七天神像处 我们传送住了 到了七天神像之后 我们把四角朝背后撞 狼方向 来爬上基础山 放来之后 我们就能穿到一只鹤 我们来撞动一下 一次 两次 好可以了 我们再去找剩下两只鹤 来打开地主 来到火牢山这一匹匹点 到了匹匹点以后 我们看向北方向 朝前面走 然后跳下去 就在凯亚的角这个地方 我们来转动一下 一次 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打开地主 来到澳藏商的这里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以后 我们撞向背后 我们爬上去 向上唱一下 哪个比较好爬 不要卡在上面 不要 呃 我换来把叫再爬 爬到 山顶 这还要一直喝 我们来撞动一下 一次 两次 三次 好 那机关就解锁了 我们打开地主 来到青云顶右边的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以后 我们撞向背后 走上去 来着开启激光 就会生成一堆风场 我们要坐风场上去 之后 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方向 过了 小心一点 别掉下去了 然后再坐这堆风场上去 撞到我们的前方 就是西北方向 好的 就能拿到我们的 接着成就 上面还有一个 盐绳筒 和三只宝箱 其中 鱼的宝箱里面有 鲜跳墙 食谱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